《刺客教條奇緣》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刺客教條奇緣》 剛才一集我們回到現代 看到這一代的新主角 雷拉 還有她有一個助手 我希望我在那裡幫助 你做了一個好工作 甚至在酒店裡 原來她在飯店遠距離看著我 當然來到現代就是要東看看西看看啊 問號之埃及之謎 秘密科學調查 調查內容金字塔的隱藏房間 他們是外國人蓋的嗎? 揭露神話與其證明 古代技術的蹤跡 與神的連結 或與外星人的 這個機器好吵喔 不要錯過圍繞著人面試生象的加密訊息 與有名的埃及學家 與科學家 李畢斯伊埃弗里特 進行訪談 木乃伊化以及死後的世界 在我們之中的古埃及精神徵兆 這真的沒有辦法關嗎? 如果互動的話 就是要返回Animum 沿著這個墊先看一下 喔! 墳墓 不! 抹來到 היא кой座了木乃伊 如果你跟他講話要嚇死誰啊 因為我們接 contamination 可否 可以回過去嗎? 就是去 Commission 這樣的意思嗎 沐 estava Mirimum 來 因為 欸 這裡有 剩一格 半格 電腦 看起來有不少 歷史研究部門 一個一個慢慢看吧 歷史研究新進員工手冊 由雷拉哈桑與Obstacle Industry之間簽署 前於2014 1月6號 雇員為Obstacle Industry提供服務的同時 可能會需要Obstacle Industry揭露機密與財產資訊 給雇員 機密資訊包括所有類型性質或者是對雇員 為Obstacle Industry服務可能造成影響或關係密切的敘述內容 Obstacle Industry的商業行為或活動 以及或者其產品、圖畫、計畫、程序、Animus體驗或其他資料 雇員同意以下事項 雇員會確保機密資訊隱匿接收 並且用最高限度的顧慮避免揭露給他人 雇員不會直接或間接透露機密資訊 除非先受到書面核准 雇員會在受到請求或者服務中指時 將任何從Obstacle Industry或是源於Obstacle Industry的行動中獲得的 圖畫、筆記、文件、裝備與資源交給Obstacle Industry Obstacle Industry對於任何得自雇員之部分或專案規劃的資訊 兼握有獨斷權 包含無需提前的專利申請 即可揭露相同內容 以及公司名號登記專利 或者依循任何Obstacle Industry 認為合適的行為處理 針對違反此項協議 Obstacle Industry 保有進行紀律處犯的權利 包含終止合約與抹除記憶 與底下簽署表示 員工、表示雇員同意以上列出的條款與協議 這個保密協定還真是恐怖啊 還可以抹除記憶 任務內容 歷史研究任務內容 Obstacle歷史研究部門的目標 是要對歷史事件進行嚴謹的研究 並且一絲不苟的紀錄此項研究 特別注重於調查過去暧昧不明的事件 並探索參與其中的歷史人物 由歷史研究部門團隊所主導 與進行的研究 將為多種學術領域帶來廣大的潛在好處 包含考古人類環境史與政治學 前景與先驅 了解昨日、展望明日 歷史研究部門受到華倫所 維迪克博士的作為所啟發 它也是基因基於科學領域的先驅 維迪克的研究需要超越現代所能提供的原始資料 歷史研究部門 起先是為了配合obstacle的研究所炒創 而後產生了自己的意義 華倫·維迪克博士 維迪克博士負責obstacle的第一個基因 記憶探索 若是沒有維迪克博士對於科學實踐的 廣闊研究與研究手段 obstacle就沒有辦法擁有今天的地位 參加這條這個系列已經那麼久了 來複習一下華倫·維迪克博士是誰 那如果你沒有玩過前作 而且之後不打算去玩的 可以先跳過這段 避免被剧透 倒數 3秒 準備開始 3 2 1 這位華倫·維迪克博士 身前曾是聖戀騎士團的內斂團成員 是Animus計畫的主導人 發明了Animus 在研究精英這項領域 是個領軍的人物 數十年他都一直致力尋找 可以為Animus計畫帶來幫助的實驗體 來獲取刺客組織跟伊甸盛器的重要情報 這位博士一生都致力於破壞他的競爭對手 代理計畫領導人艾琳·波克的工作 關不顧他的意願 將他變成Animus的實驗體 雖然他自己也是Animus的二號實驗體 但是其他對象大部分都是被他綁架而來 Animus實驗體中其中幾位比較特別 就是有刺客血統的 例如丹尼爾·克羅斯 克萊奇·馬克雷 還有最有名的我們一到三代現單線的主角 丹斯蒙·麥爾斯 華倫透過改造丹尼爾在他腦內 埋向了隱藏的指令 讓他去加入刺客組織 並且只要得到機會就刺殺導師 帶回刺客的基地位置 這個情報成就了後來的大清洗行動 全球刺客勢力幾乎遭到殲滅 只能躲躲藏藏的行動 華倫也希望透過發射Obstacle之夜 利用上面搭載的伊甸碎片 來完成統治事件的阿克夏衛星網路 創造出新的秩序 在他的16號實驗體 克萊·卡奇·馬·雷克 因為出血效應自殺後 他綁架了傳奇刺客 阿泰爾的子孫 戴斯蒙·麥爾斯 逼迫他不斷地探索 醫術神廟的地圖 再讓雙面紀念露西救走戴斯蒙 取得戴斯蒙的信任 來獲取之後找到了神器 後來因為戴斯蒙在諸諾的控制下 殺了露西 這項臥底行動宣告失敗 讓他無法及時取得所需的碎片 Obstargo也終止了他 發射Obstargo之眼的計劃 雖然這次失敗了 但華倫博士又再一次展開新的 Anime系計劃 透過Animus的體驗 讓Obstargo的人員 能夠獲得刺客的戰鬥能力 其中一位重要的成員就是 尤哈尼奧錯貝格 他是芬蘭的傭兵 加入後成為最強的特工 在2012年12月12日 成功抓到了戴斯蒙的爸爸 威廉·麥爾斯 企圖透過人質讓刺客交出蘋果 兩天後戴斯蒙手拿蘋果 獨自一人殺進Obstargo的羅馬分部 透過蘋果控制守衛 將華倫博士擊比 華倫維迪克博士用盡了各種手段 追求他的研究成果 冷酷無情 但在研究以外的事情上 他也不完全是個惡魔 透過Obstargo先進的技術 他治療了尤安妮的女兒 他也對刺客派來的間諜露西 非常的照顧 教導他聖殿騎士的理念 不像其他組織中的成員 要排擠露西 也在任務上盡可能滿足露西的需求 他還把綁架來的丹尼爾 視為自己的兒子 並不只是單純當他為實驗體而已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但畢竟華倫博士是連自己都會拿去做實驗的人 對他來說當實驗體 大概也不是什麼壞事吧 關於華倫有一個小小的趣事 在遊戲中 刺客教條解放的對應遊戲《解放》裡面 他被列明為遊戲的製作人員 其他製作人員還包含了 《艾倫·李金》 《艾瓦洛·葛梅迪克》 《伊莎貝爾·雅登》等 《Obstircle》的高階成員 這項資料可以在刺客教條3多人遊戲《Obstircle》的故事中 《解鎖的開發者日記》裡找到 回到遊戲資料 艾瓦洛·葛梅迪克 葛梅迪克在機械工程、生物學與電腦科學的背景 幫助他理解史料對於Obstircle的 今日成就能有多少幫助與具體意義 前作劇透倒數3、2、1 這位聖殿騎士研究員非常的聰明 17歲就從大學畢業 裝主修物理和計算機科學 最後還成了一名機械工程學和生物學的專家 進入Obstircle後負責阿克夏衛星網路的相關工作 後來發明了數據轉除掃描儀DDS DDS就是有點類似Animus 可以讓人經歷祖先的記憶 但比Animus更厲害的是 不只可以進入自己的祖先 還能進入別人的祖先 透過DDS Obstircle讓員工探索重要歷史人物的記憶 企圖找出刺客和伊甸碎片的重要情報 隨後他又將DDS與Animus技術結合 發明了Helix 透過遊戲的方式 將這些歷史體驗便宜地賣給一般的民眾 當這樣玩家使用頭戴式裝置進行遊戲的時候 Obstircle就能收集到玩家的經驗數據 刺客同時也藉由Helix系統 努力地竊取Obstircle的解密資料以及招募新人 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就有出現遊戲的介面 其中有9個項目 都對應了現實中8個之前的刺客獎條作品 讓我想到之前3元初爆的那個Animus包 怎麼不叫Helix包呢? 感覺這樣更有哏一點 更有趣一點 他的事業迅速的起飛 跟華倫維迪克博士競爭激烈 2012年 葛梅提克拿到一塊聖國布 他穿著朝自己開墻 發動出治癒的功效 過程中一位先行者居然出現 佔據了他的身體 葛梅提克的同伴 一殺貝爾雅德 找來西格馬小隊的隊員 維奧萊特達克斯塔 身穿聖國布 讓葛梅提克射擊 造出和先行者蘇康茲的談話機會 這段有在Obstircle錄音中被記錄下來 華倫維迪克死後 葛梅提克希望把資源用到自己的鳳凰計畫上 使得內電團開始出現分歧 到2014年 鳳凰計畫終究開始了 鳳凰計畫的目的就是 復活第一文明的人類 透過聖者的三股螺旋DNA 採取高濃度的第一文明DNA 將此計畫有效地進行 所以他們就開始尋找歷史上聖者的蹤跡 此刻也知道這項計畫 在主教的帶領下 踪尋聖者的遺體 加以保護 避免DNA落入Obstircle手中 同年10月 刺客小隊摧毀了巴黎的鳳凰計畫據點 按索DNA的DNA樣本 還有Obstircle手上的聖國布 聖地騎士派出了矽個馬小隊前往白金漢宮 企圖取回另外一塊的聖國布 過程中跟刺客小隊的蕭恩·雷貝卡 加琳娜發生混戰 雷貝卡受了重傷 幾個馬小隊的尤哈尼奧錯貝格貝吉雲 一殺貝爾雅登則遭刺客殺害 但維奧萊特帶著聖國木桃離現場 重新取得聖國布後 葛梅提克就摸進了自己的神秘研究室 連聖殿騎士都不知道這個設施能確切位子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集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那這集就到這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